看着这些大师的名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他就是佩吉·古根海姆。 他注定不凡,出生在美国超级富豪家庭,他的父亲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海底,他是艺术家的朋友、情人、妻子、母亲,是现代艺术的伯乐。 他离开故国在大洋彼岸建造自己的收藏帝国,今天我们就走进威尼斯他的家。 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有一栋房子,他看起来现代感十足,与周边建筑格格不入,却人流不断。 这里便是佩吉·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 视频开始之前,求你给个三连,再次表示非常感谢。 收藏馆虽然不大,却是整个威尼斯接待客流量最大的现代美术馆,和意大利最重要的现代艺术馆之一。 而这个收藏馆的创始,更是现代艺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1948年,这位出生于美国的女继承人在威尼斯这里退休了。 他作为现代艺术家的朋友、赞助人和情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今天,这座宫殿里存放着佩吉·古根海姆的收藏品,其中充斥了开创性的20世纪的杰作。 参观时,你可以想象她是佩吉退休后的梦想家园。 女继承人和她的毕加索作品在入口处迎接客人。 她以惊人的远见收集了她那一代人最伟大的艺术品。 而她的餐厅和她原来的桌子仍然装饰着布拉克等人的杰作。 她与画家马克思·恩斯特结婚。 她支持年轻的艺术家。 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曾经帮助过挣扎中的杰克逊·波洛克和她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使其成为一个名人。 当时,为了逃避欧洲的纳粹返回美国的佩吉,在自己舅舅的博物馆中, 慧眼识珠地发现了当时作为木匠工作的波洛克和她的作品, 鼓励其创作并且为其举行个人画展。 1898年,佩吉·古根海姆出生于纽约的古根海姆家族。 这个家族以矿业起家,后来投入到慈善和艺术收藏事业。 在美国当时的富豪排行榜上排行第二, 佩吉的叔叔索勒门,就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创始人, 而他的父母从小就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者。 在父亲去世之后,叛逆的佩吉, 在1920年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法国。 在巴黎的岁月,是佩吉购买艺术品的开始。 佩吉只收藏她认为美丽的东西, 从不以投资、盈利为目的。 后来她还尝试在伦敦开办画廊, 虽然亏了钱,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伦敦的两年时间里, 佩吉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 包括毕加索、美罗、玛格丽特、雷曼、达利、 保罗克利、夏加尔等人的作品。 其中一段时间,她更是给自己定下了 每天低价收购艺术化的目标。 佩吉并不是规规矩矩的大小姐, 她一直是潇洒风流的。 在欧洲期间,她有过很多的爱人, 其中大多数是朋友圈中的艺术家和作家。 其中在1941年, 与德国画家马克思·恩斯特所维持的六年的婚姻中, 收集的画作是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主要画作。 1949年, 佩吉在参加过威尼斯双年艺术展之后, 决定留在这座城市。 她买下了大运河上的利奥尼宫。 这里是她的艺术馆, 也是她人生最后三十年的家。 在退休之后, 佩吉每天都是坐在这里的阳台上, 喝着咖啡, 欣赏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运河景象, 实现威尼斯人的梦想。 1979年, 佩吉因为中风, 孤独地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里去世。 根据医院, 她的骨灰被埋在院子里, 墓旁则是她曾经养过的十四只小狗的墓。 她的宝贝们将继续陪伴着她。 好了, 小伙伴们, 这一次威尼斯佩宜的家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旅行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